大家好,欢迎来到Math学院 那这节课呢,我们再来看一个表单验证的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这个第一部分内容呢,就到此为止了 那来看一下,其实表单验证呢,我们也经常的在我们平时浏览网站的时候都能看得到 像我们这个Math,对吧 当你想点登录的时候,我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写 你看,就可以点登录,对吧 他告诉你,账号不能为空 当你写了账号,再写一个密码 你看,格式不对 当你再写了格式对的,再点登录 那叫做123atqq.com 再点登录,告诉你密码不能为空 他不会让你什么都 他不会让你什么都不写,或者说不按格式来写 当你写的不正确的时候,是不让你来提交这个表单呀 不会让你进行登录的 那这一块呢,用到的就是我们的表单验证这样一个操作 当然呢,来看一下,这只是比较简单的两项 那我们想验证的,像 包括像以后密码强度呀 你也可以自定义错误信息呀 等等都可以 像验证邮箱 用户名密码,数字,什么IP 想验证的基本上都可以 那接着来看一下我们如何来做这样一个表单验证 我们可以自己来写一个简单的 之后呢,也会告诉大家用一些比较好用的开源插件 开源类裤 直接就可以了 其实比自己写的要好啊 而且还简单 其实用一行代码就可以搞定 我们可以先来写一个简单的例子 表单验证 表单验证的例子 接着在这儿我们来一个表单 简单的来几项就可以 farm 表示我们要提交到 doaction.prp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表单验证呢 其实也是在我们的客户端进行的教验 但并不是说在客户端教验完之后 就可以不用在服务器端 我们就可以不教验了 这是不可以的 记住 在服务器端也一定要验证过滤我们用户的输入 对吧 那在客户端进行教验的好处呢 可以减轻服务器的压力吧 对吧 包括有的时候你看到像这种效果 以后呢,我们还可以通过阿甲克斯来实现 叫做京东.com 再点 假如说你注册的时候 这也是一个表单 我假如写一个用户名 用户名现在已经存在的 假如写一个king吧 这个king这个用户名肯定存在 当你拿下去之后 当你脱离 当你这个鼠标 移开我们这个浏览框的时候 你看,用户名已被使用 请重新输入 那其实这一块呢 已经和我们的数据库有了一个交互了 而且呢 这里边用到了一个阿甲克斯 包括用到了这个 我们这个浏览框 失去焦点式的一个事件 对吧 当然呢 你也可以在这儿 你看在这儿 获得焦点的时候 也可以有这些事件 那等以后我们再做案例的时候呢 再给大家来讲 好,那接着回来 我们再来写自己这个简单的 我们来教验一下 像用户名 用户名 用户名 我就直接写了 也不拿表格布局了 叫text 其一个名字叫username ID也叫username 那一般呢 我们用户名是不是要求 假如说 啊 用户名 只能 包含 数字 字母 下滑线 其实呢 无非是不是写这一些正责呀 对吧 接着再往下 我们还可以写密码 假如密码不能为空 对吧 password 也叫password 再写密码 必须填写不能为空 再来个br 再来个邮箱就可以了 我们就写这三项 之后呢 一会儿就带着大家看其他的email 邮箱呢 要求合法 请输入合法邮箱 来一个提交 按钮 submit 写一个注册 那现在呢 并不是说我们这个用户填不填写 或者填写不正确 都让他点击这个按钮 都可以来提交我们的数据 那必须在提交之前呢 我们可以给他来一个 onsuppermate 实践 通过来检测一下 我们可以自定一个检测的方法 假如说return一个chat方法 把这个表单 传单的表单就可以了 在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来 自己来定义一些 我们的检测信息 假如说我们来写一个 script function check 是要接到这个fun 或者你不接都可以 自定义这个check 必须呢 我们检测 像都返回帧的话 才可以来提交我们的数据 否则呢 是不可以提交的 告诉哪错了 当然呢 我们这块呢 只是简单的弹出信息 你也可以像刚才看到的 在这个文童框的后面 来显示也可以 一会儿呢 我们可以来看 假如说现在你来看 当我们什么也没写的时候 你看这是提交了啊 提交了 内部服务器错误 因为我们一个 还没有开启 我们拿发起服务器 没关系 但你看到可以提交 这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当我们加了验证之后 如果你不符合我们的形式 是不可以提交的 那首先来看一下 验证一下我们的用户名 其实就写一个称赞 username 等于DG username 得到用户输入的数据 接着判断一下 如果它不符合的话 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告诉它 哪错了 对吧 我们直接假如说 必须是 也 A到Z 或者是 大A到大Z 或者是0到9 只能包含数字字母 有下滑线吗 有下滑线加成它 开始 接着以它结束 中间呢 可以出现 一次或者更多 这样的效果 如果它不符合的话 我们这时候 是不是可以告诉它 哪错了 对吧 it test username alert一下 用户名不合法 不合法 return 记住 return false 那现在呢 它就提交不了了 我们可以来试验一下 只验证了这一项 回来 看 写个正确的 这是可以点的 接着写个错误的 探号 你看 用户名不合法 用户名不合法 只能包含数字字母 下滑线 那接着你包含一个 下滑线 这是可以的 可以提交 那接着这一项 通过了再往下 验证 验证密码 是否为空 我们只简单写 password 等于dg password 也是得到这个value 接着判断一下 是否为空 假如说我们认为 空格也不可以 同样的 如果 还是写了一个正字 test password 那现在呢 只要是 只要是 想以 我们的这个 反斜杠S 反斜杠N 反斜杠T 反斜杠R 这几项 开始结尾的中间 可以出现一次 零次或者多次 这时候呢 都代表的是空 我们告诉他 密码不能为空 密码不能为空 就是写这样的一些正字 也没什么难的 return false 好 那再来实验一下 回来 用户面先来合法的密码 点注册 密码不能为空 接着我敲一个空格 也是不可以的 你再敲其他的 这是可以的 这是可以的 没问题 那如果密码过了之后 再检测邮箱 再写一个邮箱的 这样一个 正责就可以了 叫value 那这时候呢 我可以判断一下 if 同样的是 点test 以谁开始 以谁结束 验证这个邮箱 这个邮箱的正责呢 其实你可以到网上随便的烤一份就可以了 我们自己写一个也行 就快速写一下 繁星杠 w 接着是 再来像一点点这个反其他大骨 后来就直接烤一个吧 邮箱的正责验证 再来一个 邮箱 JS 邮箱验证 邮箱正责表达是 就把它拿过来就可以了 这个还起了有点麻烦 行吧 我们就来验证一下 这个在JS以来找就可以 太多了 但真正的邮箱那个正责还挺长的 我们可以先把它拿过来 好 Email 如果不符合的话 告诉他 非法邮箱 非法邮箱 return false 不要了 IOS呢 我们就return true 就可以提交了 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来试验一下 我们先写一个 在这 一点注册 非法邮箱 你再写一个合法的邮箱 这是可以的 你写一个非法的 你看 密码不能为空 非法邮箱 你再写一个at 也非法 对吧 123 也非法 再来一个 2.qq 这才可以 对吧 这样一个邮箱的验证 当然这是我们自己来写的简单的这样的效果 那接着看一下 其实呢 你可以使用一些开源的 你看 这样的插件 表单验证插件 对吧 在这里边呢 你一搜 一堆 那我用的比较多的 可以看一下 有这样的一个插件 大家可以记一下 这个呢 比较好用 在这看一下 可以实现您的任何验证需求 您想要的任何提示效果 包括智能的 什么出错信息啊 对吧 包括你看一下 这样的效果 以及有这种 密码强度的一个检测 包括还可以定义我们这个什么 这个 自定义的这个datetime 咱看那么多没有用 看一下它的例子 在这你看一下 当我们在这写的时候 这只有一个注册页面 你现在什么也不写 一点提交 他告诉你 请点写中文名 你看你写的不是中文名 必须是中文名 才可以 那接着你来试验一下 当你输入一个中文名 麦子 那现在你再提交 这个信息通过的 当你离开之后 你看直接告诉你 哪块对了 哪块错了 显示到后面 也可以 那接着再写一个密码 这也对了 告诉你多少个字符 接着你再看 两次要求密码一致 写完之后 是不是告诉你 是否对了 而且必须要选择 我们的城市 这一块呢 也是必须要选择 必须都正确的话 才可以来提交 你看而且看这个框 数据提交成功 以及你看这里边 还有像我们的这个 密码强度 用户名实施验证 你看这也可以 通过验证 是不是有点像我们刚才看到京东 对吧 假如写一个king 这也是通过的 对吧 假如说你写一个 它里边哪个是存在的 对吧 假如写一个validate 也是验证通过了 密码 两次密码不一致 而且还有这个密码强度 也比较好用 两次账号的密码不一致 好 在这儿呢 我们再看一个 这里面太多了 大家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这带着你 这个密码提示的 你看 都不用我们自己写了 其实一行代码 你可以搞定 那怎么来用呢 其实这里边也会告诉你 你看 在这儿呢 有这个文档 如何来使用 相信大家一看就会了 所以说下来之后呢 大家知道这个表达验证 而且不用自己去写 如果说这个 你想自己写也可以 如果说不想自己写呢 可以到百度上一搜 有好多 你看什么强大的 js表达验证的插件 可以供大家来使用 大家下载下来 可以研究一下 也比较合适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就讲了一下 我们表达验证这一块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一块看一下 刚才这个网址 我给大家拿过来 这个比较好用 我是用这个啊 我用的就是validate form 一行代码可以搞定的 当然呢 我们gequery也有 这些插件太多了 给你放到这 验证插件 表达 验证插件 当然呢 我们自己也可以写这种 这块的插件啊 等我们讲到这块的时候呢 就可以带着大家来写 这个插件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